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我们还是玩这块Node MCU的小芯片 那我前两期节目呢,已经给大家在这个小芯片上增加了两个传感器 一个是我们的DHT11的温湿度传感器 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移动侦测传感器 人体热红外移动侦测 这两个传感器,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不再介绍了 喜欢的呢,可以去看看我前面两篇视频 这一期节目主要是介绍这个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呢,是我在网上买的一个叫BMP BMP180的一个芯片 这个芯片呢,非常的小 它的功效呢,是可以测出我们的海拔 还有气压 它的功能呢,是可以测出我们的气压 还有我们的温度 这个小芯片也是很便宜的小芯片 几块钱也是可以搞定的 它跟我们前两期介绍的不一样在哪呢 大家看我前两期节目的这个芯片呢 都是三根线 但是这个芯片呢,它会有四根线 前两期节目这个芯片是一条正级,一条负级,一条数据 就OK了,就完整了 这个不一样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叫I2C I2C的一个模式 具体它的原理啊,或者它一些详细的介绍呢 我是不太理解 但是我只是知道它是I2C的芯片 需要用到四条线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连线啊 我们呢,还是看一下它后面的标注 大家看,VIN,那是正级 GND是负级 SCL和SDA 这个是I2C需要用到的两个针角 然后我们看VIN,这个芯片跟大家提醒大家一下 这是3.3伏的 它不用插在5伏的就可以,可以工作 那么我们一条黑线,一条白线 就对应它的一个正级,一个负级 我们的黑线呢,我插的是正级 那么我们看我把黑线插在哪 我把黑线插在这个3伏的位置上 然后看这条白线呢 这条白线是负级 我把它插在3伏的下面 G这个位置 剩下两条线呢 就是一条是SLC 一条是SDA SCL SCL是灰的 SDA是这个颜色的 那我们看看 我们把紫色的线 插到了第1上 然后我们把灰色的线 插在了第2上 那么我对一下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第1 对应的是SDA 我们的第2 对应的是 SCL D0 空着 这个D0呢 一般我们不要占用 因为今后我们会用到 一个深度休眠的功能 会用到这个针脚 后面的节目会给大家介绍 那么这个大气压传感器的连线呢 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这个nodeMCU的小芯片上 就有三个传感器了 那么我这次呢 我用一个小米充电宝 还是用小米充电宝给它供电 在供电之前呢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这个i2c的芯片 第一次配置的时候 还是需要用串口 用那个OTA网络形式是不可以刷写的 第一次刷写过之后 我们打开这个i2c的功能 然后就可以 第二次修改的时候 就可以用网络形式 OTA形式 那这回呢 我home assistant 我用这个斐讯的N1 来给大家做演示啊 树莓派也是一样的 树莓派也是一样的 那么看电脑里边 我们斐讯N1呢 这个界面已经是 我给大家打开了 斐讯N1的home assistant的界面了 然后 我们把这个USB的线 现在都已经连接好了 连接好了我们这个气压传感器了 我们把这条USB线 插到我们斐讯N1的任意一个 任意一个USB口上 好那我们这边就不用管它了 回到电脑端 好我们现在回到电脑这边来 我们看 我斐讯N1的home assistant已经打开了 大家看这个客厅的这个 这块区域 这个区域呢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 那三个传感器取回来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期 我们这一期视频介绍的 那个压力传感器 现在它是1033.7帕 然后呢 我们看 有两个温度 为什么有两个温度呢 因为有一个是 我们DHT11取回来的温度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这个BM这期教程里的BMP180取回来的温度 这两个温度有一些误差 具体哪个准呢 大家可以再拿一个 皮他的温度计测一下 看看哪个准 然后你可以选选一个准的 然后湿度呢 也是我们DHT11 那个芯片取回来的 再有一个就是移动侦测 这个Rpy Sensor这块 这个移动侦测 是我们上一期节目里面介绍的 移动侦测的那个芯片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NodeMCU上面呢 就集成了三块外接的传感器 它显示出来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前面呢 有朋友说了 说这个温度的名称和湿度的名称 如果给它显示成英文 显示是正常的 如果把它改成中文 那就不正常了 那我现在呢 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法 大家可以从设置里 集成 在集成里 大家看 找到你这块 NodeMCU的这个节点 点进去 然后再点这个节点的名称 进来之后呢 大家看 这里边会有一些传感器的名称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rpi sensor改掉 改成 移动侦测 改成中文的 那我们在这个齿轮这个位置去 名称的这个位置改成移动侦测 移动侦测 然后点下更新 这边就变成移动侦测了 然后 这两个outside呢 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BMP180 采集的一些数据 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 室外气压 更新 室外温度 然后再点更新 这边是客厅温度 更新 客厅湿度 再点更新 大家看 我们给他起了中文的别名之后呢 我们回到盖栏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这块芯片上面的名称呢 都变成了中文的 如果你要在esphome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个edit里边去修改 我们这个名 这个name这块 如果把它改成中文的呢 有些网友遇到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呢 可能是跟这个中文字符有关系的 所以呢 建议大家还是在这个配置的位置 保留英文的配置 我们可以在配置集成里边 去把它修改成中文的 中文的别名 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home assistant里看到的 也会是中文的名字 这样会很方便 好 那么我现在呢 就告诉大家 如何把刚才我已经接好的芯片 在配置处配置到我们的node mcu上 我们倒要看看这个小芯片上 到底能接多少个传感器 我们这期节目为止已经接了三个了 那我们现在打开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呢 有一期文章 是随着这个视频一块发布的 然后上面介绍了呢 如何利用BMP180芯片在edit home 显示大气压力和温度 OK 然后呢 我附了一张node mcu的芯片的 对应的引脚的图 我们刚才连线的位置 第一对应的是GPIO 第二对应的是GPIO4 然后3.3伏合GND是正伏级 我们刚才是连线 是连到了这四个针脚上 然后我们往下看 首先呢 我们要打开i2c 所以我们要增加一段i2c的配置 我们把这一段配置 粘贴到Home Assistant里 我们打开Home Assistant 选择ESP Home 然后我们找到之前已经存在的那个节点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创建一个节点 你可以看我上一期节目 上一期节目讲得很清楚 如何创建第一个节点 那我们点击我们已经创建好的那个节点 大家看配置文件里面已经 有了温度和湿度 DHTT的传感器 那我们在 在OTA下面嘛 我们把刚才这个 i2c冒号 这个位置 给它粘贴进来 然后我再回到我的博客 下面呢 是增加一个传感器 增加传感器呢 我们如果是已经有了Sensor 比如说我们之前已经有了一个传感器了 我们不需要复制上面这个Sensor冒号了 因为我们Sensor大类只可以有一个 我们到Sensor的下面按Ctrl V 保证这个缩近是符合Yaml格式的 OK 大家看 这个意思就代表Sensor大类下 有两个平台 一个平台是DHTT 另一个平台是BMP 我们是BMP180 跟BMP085是通用的 所以这里边设置是BMP085这个平台 这个时候我们点一下保存 我们点一下保存之后呢 我们先按下Close 大家记住啊 如果你之前并没有开启I2C的话 你必须这一次更新 要用串口方式来更新 所以我们刚才把这个芯片 用USB的形式插到了我们的斐旋N1上 然后我们选择USB串口 选到USB串口之后 我们点一下Bubbleout更新 因为I2C在打开之前 是不可以用OTA的方式来远程更新的 所以我们要用串口把它更新一次 日后呢 你要再增加一些I2C的传感器 就不需要再次用串口了 就用网络的方式 OTA的方式就可以更新它了 大家看我的芯片上面的小蓝灯在闪 网页上面写显示writing百分比 OK 好 现在呢 日志已经出来了 大家看 它已经连到了WiFi了 然后并且取得了一些温时度信息 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点击退出了 退出之后我们回到 首页 稍等一下 它就会有这个温度和湿度出来 这个大气压力是我们BMP BMP180取回来的大气压力 这个室外温度也是我们BMP180上面的温度传感器 现在DHT11还没有发送数据回来 因为DHT11是设置的是每一分钟取回一次 我们给它一些时间稍等一下 好了 大家现在看 整个这三个芯片的数据全都取回来了 全都是正常的 那我们测试一下 移动侦测是不是也正常 我把手放过来 OK 大家看移动侦测也出发了 代表也是正常的 然后DHT11的温时度也都有 然后BMP180的也都有了 OK 这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